還是虛弱的? 逢星期六晚8點至9點半 SOHO、林康正、Ben、Mark仔 和你一起破地獄 靚煲王速新推出赤板屯骨煲 鮮辣、新口味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和靚煲王 他的新鮮手折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也遠近馳名 靚煲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嘗一嘗靚煲之味 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星期一、三、五 蕭先生助陣 陪你遊走古今時事 到盡文史哲利 豐爺少少 現在開始 當然這件事令大家非常悲憤 大家同情弱者的精神 等於陳光誠事件一樣 你真是想不到這麼慘 坐完22年牢 又盲、又濃、又淡 幾日前才很大聲說話 現在突然死掉了 我覺得 回到柴玲的原諒說 Henry 你說一下 其實柴玲說 要整理一下心 因為其實很憤怒令人 他說他經過這麼多年之後 終於想通了 決定 而且最重要的是 因為他叛醫了基督教之後 要學會寬恕人 所以他現在不單止 無論鄧小平也好 李鵬也好 就算當時屠殺平民的軍人也好 他都決定寬恕他們 也覺得只有寬恕才能夠 令到大家可以向前走下去 這就是柴玲的寬恕論 真是令人很激奮的說法 即是高舉所謂的基督精神 劉翁你所說的 他那個基督精神 我說過我自己不是基督徒 總之就是說 面對很多事情都要以寬恕的心 去原諒人 所以什麼人都原諒了 我之前也接著說 第一就是 我不知道 讓你原諒那些人 他覺得有沒有需要 讓你原諒 到現時為止 他們覺得做的事很正確 我又沒有道歉 為什麼你們原諒 我覺得很正確 你不用出來原諒我 我做的事是正確的正義的 這是現在中共仍然的說法 第二就是 也有一個說法很清楚 就是你有什麼資格 幫死了那些 北京的市民和學生 和他的家人 去原諒一個殺了他們自己 或者他的子女 或者親朋戚友的身份 去原諒 你自己是 在這件事上高 你可以走出來 可以去美國 可以現在生活 又再又再 你憑什麼用你自己的宗教信仰 幫人家原諒 那如果你自己 什麼事都沒有 現在自己原諒的 你就躲起來自己原諒 其實 劉勇說得很正確 這個就是 你不懺悔 你也沒有後悔 你也不只認錯 你不承認自己做的那件事 那我怎麼原諒你呢 我用聖經來講 聖經基本上都是這樣的 就是上帝原諒你 你也要懺悔 我現在不懺悔 繼續打你 我最多容忍你打 我就不會被你打死了 我從來原諒你 就是我看不到這件事 聖經 如果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 大家不用去告解 如果是這樣 要是個個原諒人 要是個個去打人 因為我打完你 你也會原諒我 還要繼續打你 你子女 全然原諒他 狗族都繼續打 接著整族人 死症的那個 就這樣了 打人的那個 所以聖經沒有這麼說 真的要慘悔 你知道嗎 這件事 真是很離譜 這個說法 第二 他引遮一個聖假三言 聖假三言 耶穌原諒了 就是 十字架的人 耶穌也是有條件的 大家要讀聖經 要讀清楚一點 父親 forgive them for they do not know what they do 因為他們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麼 你才可以原諒他 他knowingly 去殺神的兒子 是不能夠原諒的 你知道嗎 那個人 沒有犯意 在法律上 你就可以原諒他 你明白嗎 你明知道 你正在做這件事 眼光光 而不懺悔用原諒 我真的沒有聽過 因為當時的猶太人 他們會用猶太教 那種尼賽亞的定義 我覺得 他們會馬上解救 以色列人 脫離羅馬人的統治 誰知道耶穌不做這件事 所以他們就變成 恩愛誠恨 就要釘他們 上十字架 還有 其實上帝不代表 只是寬恕 他都會發怒 他都會懲罰世人 你不可以只看一遍 好 另外兩個悶一點的 topic 但是我們也想說一下 一個就是競爭法 一個就是人口政策 劉勇 你說一下 湯家驊說的事情 以及競爭法的精神 以及反競爭法究竟如何 競爭法 湯家驊今天 今天在《明報》 有一篇文章的觀點 就是 競爭的條例草案 將反競爭行為定義為任何行為的目的 或者效果是妨礙限制 或者扭曲競爭者均屬為法 因此無妨礙競爭目的 是否中小企為首 要擔心誤墮法網 所以他是不明白 為什麼中小企要這麼反對這個競爭法 再者 相信任何一位 無論從事哪一門商業活動的營商者 皆能清晰地辨認出誰是他的競爭者 我可以告訴湯家驊 因為你做的行業 你就知道競爭者是誰 就是旁邊的達律師 就是你的競爭者 我真的完全沒有做過生意 因為這麼容易可以知道誰是你的競爭者 如果我賣十樣貨品 原來A貨是A競爭者 B貨是C競爭者 D貨是E競爭者 你以為你會知道嗎? 這些簡直是完全沒有做過生意 不知道世界上發生什麼事的一個傻人 還有一點就是 他說 雖然中小企不清楚反競爭法的細節 但是 違反競爭所造成的效果 目的是了然於空 所以不明白 條文不清晰的地方在哪裡 所以他對於那些因為中小企 會怕被人用競爭法去迫害 或者去玩他們 表示不明白 所以就要盡快通過競爭法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教精湯家驊 大家遇到他 競爭條例草案 把反競爭行為 定義為任何行為 目的或效果 是妨礙限制 或者扭曲競爭者 郡屬懷違法 他說如果你沒有 妨礙競爭的目的或效果 你怕什麼呢? 怎樣就已經是 目的說你不是真的能做到 有個intention 或者實際上你沒有intention 你能做到 效果 這個就麻煩了 就是妨礙限制 或者扭曲競爭 舉個例子 湯家驊 如果有一個律師 就是他接近一宗case 他的大律師 那個人 就找一個新興的 資深大律師跟他做 那麼他發老闆 說一句 就是你再幫 你這件事不幫助 我幫助他 下次你不要找我了 有一個大案 這樣就是犯法了 嗯 目的就是扭曲競爭 是不是? 這樣是將無數的人 置於法網 嗯 講他這樣的話 其實就是用你的市場 去恐嚇對方 令到那個人不能跟你競爭 嘛 大家明白嗎? 一條寫得這麼闊的東西 是可以告無數的人 就是這樣 嗯 只不過是選擇性執法 到時候 就是這樣 還有誰有錢 去File個case 去告人 其實很多時候 永遠就是大企業去告你 就是這樣 因為 我們是不合法去打官司的嘛 張香港人是太要貴的 因為你們已經是壟斷性行業了 大律師是 是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有時候 保皇黨 我不知道是謝偉俊說的 還是葉劉淑儀說的 有時候他們都是非常久說的 但在這次上告 他有一點說得很對的 就是 他要求 所有在議會裡面的大律師 包括湯哥雅在內 他要披露他自己 會不會接這類型的官司 因為我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競爭法的條例 一立了之後 最得益的 就是那幫大律師 八二年 由美國通過第一個 Antitrust law到現在 就是 大家知不知道 打競爭官司是怎麼打的 告AT&T 告IBM 是打了二、三十年 是 天天上庭 大家說證人 是 完全是一個鬥消銀子的遊戲 這個根本就是 是啊 而其實大家如果看看過去 20年美國的大公司 因為用反競爭法 互相過來過去的那些官司 到最後連最大的公司 都要結束 其實 因為是打不成的 其實是打不成的 這些最大的公司 蘋果 什麼Samsung Sony 全部都是結束的 因為這樣打不成的 其實這樣打下去 只是把那些 證據 不知道整個倉這麼大 整個房間這麼大的 證據 給那些律師 由頭到尾看一次 可能已經不見了幾千萬了 真的 我也說 打二三十年 每天打 打到AT&T投降 拆成六間 你知道嗎 IBM就打到 拉美政府 Drop了 因為 IBM已經 由控制市場 變成 幾乎倒閉 對 打到 是啊 打到賣了給別人 就是 首先 我說的基本原理 所謂控制人家 就是 競爭法也者 其實就是有三大類的 就是 大家有concept上明白 第一 叫做反競爭行為 就是 price fixing 就是我們夾粉 一定要賣多少錢 在歐洲 這些就是犯法 在美國 就要看你是否有 就是那件事情 是不是可以被取代 第二 就是濫用市場地位 就像TVB那樣 就叫做濫用市場地位 那麼 第三類 就是合起來 去做一件事情 舉個例子 就是維標 這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是 大概是這三個大的category 就是這個反競爭法 那麼首先 就是 就是 這個芝加哥學派的說法是怎樣的呢 你長期做是沒有意思 因為這個世界上 是沒有什麼 是不可以取代的 就是除了天然壟斷的東西 就是 你試一下金圓米葉 明天將米加15元 那麼 他一個月後 那些人是無數人 由泰國 就算可以不吃米 可以吃麵包的 你明白嗎 你要那件事豁到 那個東西壟斷到 所有食物 這個真的很厲害 就是所有食物 你種也不切 你知道嗎 哈哈哈 那你就可以壓制人 用這個市場 是 要不然其他 我們看到實際上產生的 無數例子 就是根本是政府 不准別人競爭的 這個 對不對 根本是政府不准別人競爭 但是 我們跟獅子山樂會的看法不同 就是 短期內 你真的能撬到人 有時候都是 你說一下 短期內 譬如用米葉的例子 如果短期內 有一個 譬如一個比較封閉的地方 香港 有一個大家族 控制了99% 米的供應 突然間 他將米加到100倍的價錢 那真的可以 吃飯 那真的被他撬倒 一個月內被他撬倒 所以最後 我跟蕭先生的看法 這個是一樣的 其實競爭法 是值得要有的 不過其實它是一個核子彈 其實一般來說 是放在那裡不用的 就是大家放在那裡嚇 其實 每個人拿著核子彈就嚇 認為嚇大公司就是 而且去到剛才所說的例子 如果在非常短時間 他突然間提供的價錢 令到全鄉 全世界 或者地區的人民 有一個很明顯的受損 你立即有一條法 在那裡 政府可以 立即用那個法源去 動那個人 而且是很大的公司 當然是 除此之外 基本上 你是看不到競爭法 是有什麼實際的效用 在裡面的 因為如果其他競爭的行為 基本上很快 就會被人加入市場的競爭 舉個例子 手提電話 原本是世界壟斷的 就是Motorola 你開始告Motorola 就已經死了 你知道嗎 就變成Nokia 然後你開始告Nokia 就變成蘋果 你知道嗎 但是你開始上一個iPhone 對不起 現在Samsung已經是最大的 你是不能說的 其實 第二 剛才蕭先生的例子也覺得很好的 這個世界上 那個行業 究竟什麼可以同一個行業 或者什麼可以replace 你是不知道的 原來你把米提高到100倍 那我就會吃麵包 我會吃通粉 我會吃麵 那這些不同的產品 在同類型裡面 互相的replace 互相的替換 互相的替換 你不知道的 其實這個世界上的事情 有什麼是真的關鍵到 那樣東西 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市民的well being 或者是會令到他有很大的損害 對他的生產力 可能是有 或者可能將來看那些什麼 舉個例子 我是贊成有 用來告那些很大的公司 還有 這個很明顯的 就是當長實五 第二個去問他租鋪 做超級市場 他不租 是要租給百家一刻 就立即抓去他 就是同時告刑事和問 對 但是實際上 如果香港的地產馬拳 如果香港政府沒有了這些 有多大的壟斷 這些都不是一個問題 其實 所以是很少 但是我都贊成 是有條法在這裏 因為馬上放在這裏 就用來 放一顆原子彈在這裏 我就嚇你 那這些大公司 就不會這麼猖狂 香港的糧食市場 也有一個例子 好像是五風行 是 那這些全部都是政府保護的 問題就是這樣 而你豁免了所有政府壟斷的東西 以及公共機構 還有什麼意義呢? 所謂有沒有牙呢 就不是指你可不可以告中小企 我是完全想不到 為什麼告一家小公司是有用的 就是這樣 告一定要有超過某種尺寸的公司 你明白嗎? 而所謂有沒有牙呢 就是你執行的時候是多厲害 又可以 一定要可以告刑事 可以告文字才行 因為刑事的舉證責任重很多 哪有時候就選了文字 文字來告他 你明白嗎? 還有政府是不怕銷錢的 因為理論上任何機構都不夠政府燒錢的 那他就打下去了 其實一定會死的 但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真的是很少很少的情況之下 你只要弄一個原子彈 是的 因為其實這些壟斷手法經營或者建築經營 至於維標 我告訴你 那個很大的責任是在事主上的 是在事主上 事主不串通 是很難維標的 就是香港土地拍賣 如果可能維標 就是因為特區政府重用 是 因為 你是賣家 那些人維標 你一看離譜的時候 那些人不算賣 那些人 唯不算你的 是不是 就是這樣 就是你圍住那幾個 平價就不賣 是的 你懷疑有什麼用 我就立刻收回 我就不賣 是不是 其實所以葉劉說得對 他說 其實很多人以為 搞了競爭法之後 百家偉康就不會壟斷 油公司就不會 電費可以減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錯的 因為根本最重要的壟斷 就是由政府促成 例如我去講貿法局 例如我去講電力公司 所以我們一定要搞清楚一個概念 就不是因為有這條例 就可以解決到我們現在批評的問題 相反 有這些例的話 就反而可能會引申更加多的問題 不過這裡我也有一點點花絮想說 就是 張宇人在堅決反對這個反壟斷法 這個競爭法的時候 他怎樣形容這條法 他說 這條就是商界的23條 他堅決要反對 那我就立刻想 你們自由黨 是不是就是 冒牌的23條堅決反對 正牌的23條更加要反對 我現在就等待好戲 另外就是 我其實沒有批評 你批評是人口政策報告書之荒謬 人口政策報告書 買一下廣告 如果大家都可以聽一下 星期三成節再論壇 雖然還未夠時間講 其中一個就是 其實都很亂的 結論就是要提高退休年齡 這是唯一出走出來的 但對於人口 出生率不夠高 引入移民人口 或者那方面 其實基本上 是沒有任何解決的方法 也沒有任何說法 其中一個一點 就是他經常說 提高退休年齡會增加生產力 我一定要駁斥這一點 提高退休年齡 只不過是用來減少 生產力衰退的一個手法 是沒有辦法增加生產力的 所以我都贊成要提高退休年齡 因為其實越來越長命 那些人越來越健康 我們昨天吃飯先講 我現在三十多歲 但我們小時候 一個三十多歲的人 其實現在是伯伯 但現在我還是有少許嬰兒面 所以 人的健康是不同了的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做事的時間 對我都不想 大家都不想做這麼長 但最終 你的健康時間長 你可以做長一點 這是真的 但是一個人口政策 最關鍵的地方 提高退休年齡 只不過有一個手勢的做法 最關鍵一定是移民政策 生育率 不講這兩點 其實就是 真是有狗說的 其實完全有狗說 就是因為他搜集了一些資料出來 是完全不定出一個guidline 你告訴我 你想香港的人口是怎樣 全世界前進的大都市 人口都是在增加的 你說香港不想增加這麼多 那你是不是想增加1.2% 你都告訴我 還有 你如果人口不增加 或者出生率不增加的話 年紀是不停向上移的 dynamic 的城市 人均中位數是不變的 基本上 當你不停向上移那一刻 是很危險的 大家知道為什麼 就是和年齡歧視 講這個說法 是要豁免無數的 就是說退休年齡更加荒鉤 為什麼呢 退休年齡 就是兩件事是有用的 第一 就是強積金什麼時候拿 你知不知道 其他 你一個私人公司做 你做到90歲 你說有用的老闆 炒不炒 你也是看老闆的 你可不可以逼那個人 65歲一定會退休 不能逼的 是不是 有些company policy會有的 會有的 但是你知道 是啊 其實它不是法律 主要是公務員的思維 第二 跟公務員有關 其實跟兩件事有關 所謂提供退休年齡 其他社會是沒有限制的 如果你說不准年齡歧視 就是說 你不准因為那個人 年紀老而炒他 我就見過外國 有些city 那個人做到99歲 不可以炒 不准炒 當然 這樣就構成年齡歧視 就是這樣 哈哈 這些公司 年紀大買不到保險 是啊 但是保險的事情 我星期三都說了 現在買不到保險 如果當那些人越來越長 你見不見到姜大偉 現在在賣移安保 日本就買到保險 日本竟買到六、七十歲 是賠償額和保費的問題 這些永遠都是 其實不是什麼大問題 這只是現在這個情況的問題 其實是 當然政府可能可以有一些 在中介的人 可以facilitate 那個market 但實際上 只要有錢賺的生意 你不需要怕 沒有人做的 所以 你是堅決告訴我 根本是不敢說出來 我認為香港的人口應該這樣 全世界的人口政策都是這樣的 加拿大我認為 需要增加多少人 這件事怎麼用 多少是給家屬團聚 多少是輸入專裁 多少是投資移民 你知道嗎 多少團聚 是 但是那個都come from 一個figure 就是我們想我們的人口 究竟是怎樣 不回答這件事 簡直就是迴避整體的大問題 根本就是 後面所有的推論都不能夠存在 就是這樣 嗯 那就是空談 就是吹水 是空談 因為其實他們也知道 因為 我認為政治上有一個考慮 就是其實 陰床 有關移民人口來香港 或者出生的問題 現在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段時間 或者將來都會是 都是一些很敏感的問題 對 因為你經常知道 一講引入人口來做事 就馬上有說 那就是工會那些反對 其實一講輸入勞工 又輪到工會反對 好了 投資移民 准買房子 於是想買房子的人 又反對 就是主張什麼都不行 而是不敢說出來 你 frankly honestly 你主張什麼 麻煩你說出來 根本就是不敢面對 他們的思維 簡直是精神分裂 一方面就說 移民是會取得我們的福利 但另一方面 其實你告訴你 人口不增加 其實我們的生產力 會不停減退 其實兩方面 他又不敢拉在一起說 所以一方面又要反輸入移民 但另一方面 就是我們人口最大的問題 就是劉翁說 因為生產的太少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日本 五十歲未能結婚的人 是有百分之二十的 是 香港就要多謝劉翁這些人 最近有些緋聞 哈哈哈哈 沒有辦法生產得多 古往今來 鼓勵人家生產的 policy 是沒有一個work的 work significantly 香港 你猜 你給了多少錢 人家生個兒子 人家才肯生呢 我想你給了一百萬 那些人就會生 於是 生四萬個兒子 大約要津貼四百億 哈哈哈哈 香港現在頂住 這才是勉強 這才是可以的 現在好了 每一個香港人 其實要增加人口 有三種方法 一是投資移民 那很多老人都來了 就是死世欺人 輸入專才 就跟你搶工做 而且那個人不是香港人 對不對 那其中 現在本來 雙非運輸是輸入BB 那輸入BB 香港人就不生了 因為那些福利一樣有 就是教育和醫療 你不拿這些福利不生 又不准收養小孩 其實等於是收養小孩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如果香港人生 你再要多貼一百萬給一個 很多地方都買小孩 因為中國那些地方 人們都搶著收購小孩 那些小孩 就是珍貴的資源 只要他們在香港搶大 那就是一個最徹底的香港人 你起碼都會有這個分別 對不對 現在的推算 也說有五成 估計這些雙非的人 會來香港去推算 但即使是這樣 也是推算不到一個 香港的人口會有增長的局面 其實 但是人口政策報告 即是任何一個社會 一個地區的人口政策 可以說其實是一個施政的根本 如果你解釋不到這個 因為你有了這個人口增長政策 我開始就在預算那些福利 所有東西都可以 做到這個操作 你根本不敢說 想的人口是怎樣的 所有的施政都是空中流國 而這個梁振英是甚麼都不懂的 這是最後的結論 其實 他是甚麼都不懂的 剩下幾分鐘 現在大家給劉勇澄清一下 他和Erica 先給他 我今天也有記者訪問我 因為我們去 我們的流動戰車的開幕儀式 我簡單說一句 其實我覺得他挺委屈的 其實他要搞到 和我傳匪文 真的很慘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 所以我就跟他說一句不好意思 因為他很好心地幫我 但搞到被弗州這樣搞法 真的挺慘的 詳細的回應 可以麻煩你明天做廣告 聽聽網上最大檔 有這個萬必做中間人 還有我和Erica 在回答大家的問題 有網友說三角亂 三角亂 很複雜 太遠太遠了 明天一定要聽 我也覺得挺委屈的 真是香港小姐 真是不好意思 對 人口政策 我再說幾句 大家可以 那個政策 大家未必支持 但很難支持一個 人口倒退的政策 沒錯 如果以深圳和新加坡來說 你們經常說 新加坡就是一個高度 依賴輸入人口和外勞的社會 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看 經濟學人 今期 特別是講一件事 就是 其實連美國 都要重新思考一下 他們引入 所謂投資移民的政策 因為現在澳洲是非常進取地吸引移民的 吸引移民的 吸引移民的數目 跟美國差不多 還有新加坡 加拿大 全部都是想吸引更多人 而且真的是專才 但香港 連這些政策 的討論 都未開始 不敢面對 所有人都完全不敢面對 舉個例子 現在說過境 這個學生 其實應該在接近哪屆的地方 我舉個例子 做一些直資學校出來 結果是怎樣呢 有些原本住北 就是 這些直資學校比較便宜 那是不是有些原本住北區的人 就讀了這些直資學校 因為他多了選擇 那就空了一些公立學校的位置出來 那些雙非那些可以讀 另外 雙非那些 他又多了一個選擇 他們有些錢 又可以讀直資學校 那慢慢 過了十幾年 雙非沒有了 那一刻 這個是不是變成了一個產業 我們就變成一個龐大的直資學校 那些人是過境來讀書 那有什麼吃虧呢 沒有吃虧 那學校就不用殺了 張文光的陷家產 也不知道立場是不見的 哈哈哈哈 船頭驚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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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大部分香港人是 北區是有國際學校的 但不夠多 不夠多 沒有選擇 譬如說北區有五千學生 如果你有足夠的國際學校被選擇 起碼有一兩千人讀了國際學校 事實上香港的學生 是用腳投票 否定這套制度 全家產禮 自從三十年前到現在 我們的國際學校大了一百倍 我可以告訴你 還有直資 那些人就是貼錢 一定要讀國際學校 要讀直資學校 一定要面對這個現實 其實如果搞了國民教育 我認為傳統的功效和進效 可能會滅亡 哈哈哈 所以老實說 梁振英如果你要展示給我看 你懂得一些管治 第一件事 七月一日第一天 你夠膽說你的人口政策是怎樣 如果不敢說 根本就是廢 空中流國 你根本不用跟我們說話 一定反你反到底 如果人力歷史上 有一處地方 曾經人口政策 萎縮度向波爾布特統治的柬埔寨 哈哈哈哈 中國文化革命也是 覺得人口減少 會容易找工作做 你是錯的 越來越少 這個真是過去二十年 日本已經是告訴大家 整個活生生的例子在這裏 現在過去三四年 日本已經是負增長人口 自然負增長 死的人多於出生的人 那怎麼辦呢 就是搞成這樣 現在日本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休息一會 嘩!Jackie Ninh真的很厲害 我不試過都不知道 原來真的可以 Jackie Ninh當然是怎樣 啊!Jackie Ninh超棒 你說誰啊 你連Jackie Ninh不認識 當然也不錯 有Jackie Ninh 我暗瘡! 是不是電話公司啊? 請問Jackie Ninh的電話幾號啊? 任何類型的暗瘡都可以自已的 身體質素改善 暗瘡自然就終極啦 我是找Jackie Ninh回手 她兩個兒科解決了暗瘡 現在沒有殺暗瘡 我心翻殺 由Jackie Ninh無暗瘡 知識是改變命運的力量 國際式家文化中心 送陣給山區學校的 兒童法科傳書 結集三千多名學者 花上七年時間編制移成 若果你都想參與今次活動 中心可以代辦並送到受惠學校 每套兒童八科傳書 連運費港幣180元 本中心主席郭兆明先生 還會回陣內涵 十四套精彩印度電影光碟一輯 給參與者 請將全款收條 連同姓名及聯絡資料 全新23380633 或電郵至aardf at navigator.com 想了解郭兆明先生 多年來改革農村的工作 可瀏覽 www.h-a-p-p-y-h-a-r-i.com 西貢White Black Café 選用具意識風味的Pascucci專業咖啡豆 沖調出品味獨一無二的Flat White 燒排咖啡 放向腹肉的Rose Latte等 被譽為全西貢最有水準的咖啡 配上自家製蛋糕 勾綠色露天田園茶座 隨時都享受到 仿如自身外國咖啡店的悠閒時光 更設有私人派對Party Room 寬敞而且私隱度高 約成班朋友 或者帶寵物來開Party 嘆咖啡都一樣對 White Black Café 西貢普通道62號地下 訂座電話3113-6088 靚波王速新推出赤板糰骨煲 鮮辣新口味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和靚波王 它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也都遠近辭明 靚波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嘗一嘗靚波之味 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電影期 帶你發掘生死傲備 人生無常生死有命 死亡只是可怕 還是有這麼多傳譯 鬼王潘兆聰帶領一眾演員 走遍香港、印尼、日本 親身感受靈異的震撼 挑戰權威、凌駕科學 揭示異空真相 進入無人地帶 5月31日 奇 星期一、三、五 蕭生助陣 陪你遊走古今時事 到盡民史哲利 《風也笑笑》現在開始 好,歡迎回來星期五的《風也笑笑》 今天是延長版 所以還有多半個小時的節目 是的,剛才 這條現場網友說一下股市 股市我是非常擔心的 其實在Facebook我已經說了 是出現兩個重大的利好消息 而市是拒絕反彈的 一個就是美國 因為美國經濟通於拖到 增長慢了 比歐洲 很可能會出QE3 是的 否則奧巴馬就選不了了 如果現在不出QE3 很可能就是 當然了 歐洲的局勢我不用說了 大家都明白這個問題在哪裡 西班牙銀行的問題 第二、第三年半以來 大陸第一次減息 香港也打不到 有好消息不起 當然大家知道 這個危機是非常嚴重的 是的 那就好了 另外再說一件事 就是有時候 有個人逛街 被一塊磚下來跌中了 那你就會懷疑 那塊磚是意外跌下來 還是他的仇人 在上面扔一塊磚下來 我通常都不會相信 他仇人就會扔一塊磚下來 因為好像仇心刺海 那樣的程度 要扔一塊磚下來 扔一塊磚下來 第二、技術性難度相當高 你要扔中他 你會發現非常難的 不信你出去試一下而已 哈哈 要很重的 但是反過來 有些人就會覺得 喂 大哥 一天多了 這麼多人逛街 為什麼只有我一個被人扔中 所以其實一定是有人扔我的 哈哈 這個不對的 因為你的 probability 是啊 是啊 他會這樣想 他會這樣想 其實 但是他同一個小組的人 香港 譬如有三十個人是這個小組的人 十個被專門扔中 你就不能夠不懷疑是有人專門扔的 哈哈哈哈